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亚洲男师,为隐藏死者身份 杀人者削除了死者手指 并拔去了他的取齿 拉维告诉女主 这是亚洲黑社会谋杀的惯用伎俩 死者大臂上纹有蓝色眼睛蛇纹身 进一步说明 他是眼睛蛇组织成员 验伤后,女主确定 死者多出粗伤和严重深层肌肉创伤 引发大量内出血休克死亡 准备给死者开炉 弟弟却突然到访 向他借走了梅钥匙 女主送走弟弟 享用起了他的人脑大餐 这时,诺警官来到饮食房 认出了死者萨米 并特意告诫女主不要插手此事 突然,女主脑中闪下着诺警官留着胡子 凶神恶煞地暴走男人大雷的情景 面对诺警官的询问 他吓得谎称啥也不看到 女主将看到的一幕讲给了同事俩围 并怀疑诺警官是个黑警 吃掉萨米的大脑后 女主性格变得多疑妄想 他担心阿杰的线人女友会抢走阿杰 鼓动喇煞搬去阿杰家当他的新室友 之后他来到风化组偷偷调查诺警官 当得知诺警官曾被停过职 并与线人走得过近后 更加确定诺警官是个坏警察 为证实自己的猜测 他带着喇煞来到腾人街一家一项店 装作花痴小菜卖的模样 向店员打听起大雷 七日的喇煞在一旁乘双簧 他俩趁店员找人的空档溜进录像厅 女主看到墙壁上蓝色眼睛蛇的图案 脑中瞬间浮现出亚洲男人 AJ殴打大雷的画面 同时又看到了留着胡子的诺警官 女主意识到危险 叫上喇煞就想跑 却为AJ出现并叫住 经过一番周旋 两人仓皇逃出了音像店 出门后女主告诉喇煞 AJ是眼睛蛇的头目 他命人尖剑麻将 抹在一个小弟的眼睛里想找出内鬼 诺警官好像在帮助AJ 而我们正在寻找的大雷 正是被诺警官暴打之人 就在这时 两人同时看到诺警官进入了音像店 而音像店店员也发现了他们 两人只好赶快闪人 女主刚到家 诺警官就因女主擅自去分化组 调查自己一事找出了门 其实所有者丧命 正在联邦证人保护计划之中 是我们的现任 若不是他折一会去探望病重的母亲 根本不会丧命 并再次告诫女主 不要掺和此事 前男友阿杰 听女主说 拉维正在找房子 主断了验尸房考察新室友 拉维一脸茫然 没想到二人十分弹得来 他俩都是网游暗黑破坏神的超级玩家 之前还不愿意的拉维 竟愉快决定搬去阿杰家 拉维查到AJ的父亲 才是眼睛蛇的头领 五个月前 因光谋罪被收监 女主想到 那正是死者萨米 被证人保护计划藏起来的时间 他猜测萨米的死是由于诺警官向AJ通风报信所致 为证实猜测 女主准备将追踪器装到诺警官的车上 却再次碰到了丁烧的音像电电源 追赶电源时 女主不慎被一辆小推车撞到 一时间脑中再次闪现出AJ爆打死者萨米的影像 并得知原来是死者萨米充满了警方卧底大雷 女主猛然跳起 发现自己竟学会了中国功夫 当即冲过去拦下了诺警官的车 我知道大雷是卧底警察 如果他还没死 眼镜蛇也快杀死他了 随即女主向诺警官坦白了自己看到的影像 诺警官痛心疾首的说 我为了扳倒眼镜蛇 做卧底师 大雷是我的生死搭档 女主欠旧的承认 自己之前怀疑他是黑角 才骗他说没看到任何影像 听吧 诺警官立即通知风化组 展开了对大雷的营救行动 小布在两个送货员手下 不甘心小布对他俩一再压榨 准备甩开小布自己单干 于是二人在向小布的客户 兼炮友结姬收款时 套路他们 可以让他花更少的钱 买到更新鲜的大脑 真正的炮友结姬 却牛脸就告诉了小布 小布毫不犹豫地干掉了两人 随后从冰库中 将冻尸老猪推出了解冻 女主得知 诺警官已顺利抓到AJ手下 不禁长输一口气 并再次向他道歉 诺警官说 自己反复强调不让女主插手 只是不愿让他看到自己曾经的污点 感谢他提供的影像救助大了一命 同时告诉女主 他们正准备去音像店逮捕AJ 挂断电话 女主听到屋内有动静 刚走进卧室 就被AJ摁趴在地 原来AJ通过小吉的监视 认定他是警察 准备对其下黑手 女主使出新学到的中国功夫 与AJ斗在一起 却仍然不是AJ对手 这时女主弟弟突然走进家门 见AJ要对弟弟下手 女主情急之下 开启僵尸之力 瞬间窜到AJ背上将其制服 而后又迅速变回了人类 诺警官很快在人赶到 将一脸惊恐的AJ逮捕 但他不见 为何AJ会盯上女主 女主不好意思地道出了 自己偷偷调查音像电一词 因为他被影像中 诺警官冷酷暴力的模样吓坏了 诺警官感慨地说 警局对外宣称我被停职 其实是为了让我打入 眼睛时的内部圈子 我成功了 却因为太过投入 以至于回来后 没人愿意与我合作 所以我又被迫掉落了风话组 听吧 两人兵士前嫌地笑了 准天 拉维搬进了阿杰的公寓 拉维说 阿杰看到你为了挡住他女友 急着把我安插进来 觉得你是在暗示 还没放下他 此时 小布与新帮手老猪 将阿杰的学生小罗放在操作台上 为取脑割开了他的头颅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剧的话 别忘点击订阅按钮 等待有个更新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部剧字 点击关注 本剧全集公众号 已全部提前更新完毕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